嗨,我是沛秋老师 欢迎来到流动瓶子的亲旅行时光 今天又是分享心词主题的时刻 今天的主题是 解决问题不如陪他面对挫折 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帮孩子培养能力哦 哈喽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绘本了吗 我的绘本叫做 我真的真的不想上学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童书哦 记录了我家小幸运不想上学的故事 虽然讲的是不想上学的故事 但是聊的主题其实是跟沟通 还有同理心有关 跟这个绘本有关的上一个音频 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啊 上次呢聊到好好的听孩子说话 虽然听没有办法解决孩子遇到的问题 但是却做到了陪伴 让孩子有勇气面对困难 上回的分享我讲到这边就结束了 今天呢要针对这个部分再继续做延伸 谈谈同理孩子 从他的角度看世界之后 有个非常阿德勒取向的观念就进来了 帮孩子解决问题 不如陪他面对挫折 聊到陪孩子面对挫折 必须要提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阿德勒取向的 亲师咨询师嘛 所以在教养的领域方面 我会有几个核心的概念 会帮助我在亲子互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面临一些很模糊 需要判断的情境的时候 让我有一些可以标准 可以去做一些判断 可以去依循 其中呢有一项的核心概念 就是培养孩子的能力 因为我们相信啊 一个有能力的人 往往会比较自信 也比较愿意参与社会的活动 不过说到培养能力 只是短短几个字 但实际上该怎么做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也会感觉有点困扰 对不对 上次我们提到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练习如何去听 聆听的目的其实就是支持啊 同理孩子 但是并没有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可是上次我分享完之后还说 其实亲子关系做到支持就够了 那我其实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核心的精神 就是相信所有的孩子遭遇到问题 困难跟挫折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只能依靠 他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个有趣的概念 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假设是 每个人遇到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 不管别人提供再多意见 最后面对问题的只有当事者本人 而且我们还相信 每个人都有解决自己生命问题的能力 所以呢 根据这样子的概念 代表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不管父母如何交集 给再多意见 最后都只能让孩子自己处理了 其实有很多父母听到这样子 我讲完上面这样一串之后 可能会很焦虑 觉得孩子年纪很小 他真的有能力可以应付这个复杂的世界吗 其实我们家在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就不断的会提供一些机会 让孩子去练习 让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那我们是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做的 像是在孩子还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很多机会可以练习 因为学校老师不是常会请小孩子 带一些东西到学校吗 譬如说 学校老师希望孩子带彩色笔到学校 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 与其我们帮孩子把彩色笔都准备好 然后避免他忘记带 还不如我们就相信 孩子已经听到老师这样说了 孩子自己会记得去准备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发生 孩子忘记带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啊 当孩子忘了这件事情 他就必须到学校去面对一个窘境 就是全班都有色笔可以用 可是我没有带 这个感觉可能会不太好了 但是却是一种学习 这也是让孩子学习 我有能力 当老师希望我带东西到学校时 我知道可以如何准备 那你要知道从这个分享 就可以发现 其实能力的培养 并不是指说你要完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反而是像这种小小的小小的事情 然后一件一件的累积 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很有成就感 而且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哦 所以呢 培养能力是可以在生活中落实 而且最好的做法就是 让孩子在生活中累积很多完成小事的经验 那再来就是我们从培养能力的角度出发 我们来看看当孩子遇到挫折时 我们可以怎么做 在这个时候 我先请大家想一想 所谓的挫折感 大概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通常是事情不太顺利 或者是想把某件事情做到好 但实际上却觉得做得不够好 或是你觉得啊 有某件事情做得好失败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不太顺利的状况 会让我们感到挫折 对吧 其实在我的绘本中 也有出现一个情境 就是老师请孩子 在学校自己整理书包 但是实际上小孩在家不用自己整理啊 所以当老师这样要求的时候 小孩就会感觉到抗拒不想做嘛 那他就会跟老师有一些争执 大家在这里可以不用把争执想得太严重哦 大致上就是那种老师请孩子做 但是他不愿意 然后小孩子就哭的情景啊 那不会整理书包 却必须整理 就是一个挫折的情境啊 或者是他会整理书包 他不想整理 可是老师却要求他一定要做 这也是一种挫折的情境 像遇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觉得应该要怎么做呢 你们会渐渐的发现 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不会整理 不整理 都还算是小事吧 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学习怎么整理 然后一天一天的自己整理 那你就会啦 所以这件事情说起来不太困难 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说呢 整理书包是一件小事 但是却是在这个过程中 养成他们态度的一个好时机 这也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特别去照顾 特别去做的地方 那今天的主题是帮孩子解决问题 不如陪他面对挫折 如果用整理书包当做一个例子的话 帮孩子解决问题的意思 我会把它定义成就是帮他做好 所以有可能是 他跟学校老师之间有争执 你可以跑去跟老师说 请老师不要这样对孩子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帮他做的情境 也有可能是你每天就帮他 把它整理得更好 或者是你直接就教他怎么做 那以后你就这样子跟着做就对了 然后呢 这里的陪他面对挫折 我会比较放在就像是陪伴 他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 你陪伴他一起度过这个不开心 并且一起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在讲帮孩子解决问题 不如陪他面对挫折 这里的时候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 其实又会回到 你是站在孩子的观点 或是站在大人的观点看事情 站在大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会觉得不会整理书包这件事情 就简直就是太简单了 我们大概稍微学一下就会了 对不对 我直接教你也没有关系啊 但是站在孩子的立场 来思考整理书包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他可能并没有所谓的解决方案 而所谓的陪伴就是 他就遇到了挫折 你给予支持 然后给予支持之后 他的状态变好了 你就可以问问他 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克服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发现 原来他可以提出解决方案 他可以想出解决的方法 然后 当然他也有可能在想到一些解决方法之后 他可能会说 我知道了 原来我可以练习做这件事 但是我还是不会啊 要怎么做比较好啊 或者是他也有可能在整理书包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整理的很乱 你就很想要出手帮他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可以再耐一下性子 先看他做 然后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这时候他问你 这个时候父母才介入一步一步一步的教他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会比较好 不知道我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有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微小的差别 只在于我们希望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孩子是主动的问题解决者 他提出疑惑 他提出想法 提出解决方案 而父母就是辅助者 在他需要的地方 提供他派得上用场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个很强的假设跟信念是 相信每个人在状况稳定的时候 都可以有能力想到事情的解决方案 注意哦 我说稳定这两个字 最近我在讲课 是讲跟沟通有关的课程 那当中当然也会提供一些方法跟技巧 当然同学在听课的时候都会觉得蛮不错的 但是他们也会发现有些状况下 很难实践这些做法 比如说 当讲话的时候被对方激怒 或是自己处在比较激扬的状态的时候 那些沟通课里头提供的技巧 原则上都派不上用场 对吧 所以个人状态的稳定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当我们在陪伴孩子时 其实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成为孩子稳定的力量 帮助孩子失去平衡的时候 变得比较放松 当他状态变好一些的时候 就会有能力想到事情的解决方法 也就是说 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状况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我们把解决的方法 还有解决的能力培养的钥匙 放在孩子的手上 父母的工作并不是直接帮孩子打怪 反而有点像是电动加血那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电动的经验 有时候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 不是会跟怪兽对打 然后被打了时候 你的血就会越来越少吗 然后这个时候 里头就会有一些机关 让你可以吃到一些宝物 就突然变得很有能量 加血 然后加血之后就可以继续打 我指的父母的陪伴就是类似这样子 你有点像电动加血那样 打怪的事情 你可能要让孩子自己做 但是我们在他失血过多时 板块帮他补足能量 让他有能力继续练功 我想这就是身为父母很重要的任务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遇到状况 或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保持这样子的态度 我相信我们可以让孩子 拥有很多机会 去培养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别忘了 当孩子发生状况之后 别急着帮他解决问题 也就是不要急着帮他打怪 可是在解决之前 先陪他度过挫折感 也就是先帮他补足能量 当他状况好的时候 他就可以慢慢的想到解决方案 当然啦 这个过程中 你还是可以陪伴着他 也可以帮他一起想一些方案 毕竟你也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嘛 但是不要忘了在陪伴的过程中 他才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角 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好像变成了 你是人生的主角 你活在他的情境 你再帮他解决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由他自己 去想到一些解决的方式 就像是我刚刚举的整理书包的例子 我当然知道一些 怎么完美整理书包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他必须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看到他在家里 也许练习整理的时候 整理的不够好 漏洞漏西的 或是方向放得歪歪的 这个都是一个历程 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把他当作他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角 即使东西放着歪歪的 也是他的学习 那当他累积了很多这种 小小的经验之后 他其实也就培养了很多的能力 所以帮孩子解决问题 不如陪他面对挫折 其实主要是为了提升孩子的能力 那希望今天这样的分享 可以让大家在教养孩子方面 有更多新的观念跟想法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那就这样咯 拜拜